感谢主 亲爱的六师母 三个孩子 还有亲爱的兄姊妹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后悔 我们参加了这场聚会 虽然我们还很期待 12月2号一个正式的追念聚会 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 预长这个聚会 我们所收获的超过所求所想 今天我感觉 我是参加了一个经典的安息聚会 经典到没有一个人是 挥棒落空 没有一个人甚至于是短打 好像个个打了全内打一样 从亲爱的赵生女兄的说话 我就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我觉得后级有人 我看着他很有奶腹之风 那个味道 那个长相 你知道我跟赵生有特殊的感情 我们全家是徐公益弟兄和刘全和弟兄帮我们施进的 1963年3月2号 而赵生弟兄是在我儿童班服饰的时候 我所操练服饰的对象 而今天他起来说话的时候 很有传承的奶腹之风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已经多年不见了 我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说有 我在台上 他在台下 看着我 但是我们都没有打招呼 恐怕有几十年之久 所以这一次 我在并踏前 见到赵生的时候 我一看下 吓了一跳 因为跟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一样 他怎么完全跟刘弟兄长得一样了 特别连重量也一样了 我真的是一面很开心 我们虽然那天悲伤的和我亲爱的刘弟兄 先最后一面 但是却很欢喜的相会 那今天呢 这场安息聚会 他的交通 我想我们亲爱的刘弟兄听了 也会得着安慰 再加上二女儿 二女儿我更是这几十年来 更没有机会接触 他的真情流露 够能啊 他那种爱父之情 叫我们真的是感觉 这个家合得很美 那俗贤这几年 所花的代价 所放下的很多机会 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每次看到他 总是非常珍赏 非常珍惜 非常知道他在哪里的用心 他几乎成了 我们亲爱刘弟兄 这几年的属灵的基要秘书 让我们刘弟兄的资讯 没有一样是漏掉的 能够滴水不漏的 能够完全了解 负担而尽他的功用 当然 说到刘弟兄 你看他也面面不忘 一个人 我们也是 就是许公义弟兄 那我们家 受尽 就在那一天 重启了 这两位长者 和我们这家 有绵密延续的关系 长远的配搭 54年之间 许公义弟兄和刘弟兄 都爱我们这个家 都巴不得我们这个家成长 特别 许公义弟兄 当时我父亲只是病了 只是知道 哎呀 这个病麻烦了 他来看我父亲的时候 我们家人呢 个个都还不敢 他还流入我们的感情 我们就是暗中哭泣 面前还要打起精神 让爸爸有一点把握往前 那徐琉一来啊 放声大哭啊 但我们真知道 我们的亲人 在主里的亲人 是永恒的亲人 我们之间的爱 是Aaron Green 是长青发旺的爱 那一次 我觉得一点不上 反而是满掉安慰和姑息 他的悲痛 好像比我们表达的 更淋漓尽致 那时候 亲爱的刘弟兄呢 大部分时间 是在南非 所以呀 偶尔回来见到 但是等到 我父亲在最危急的时候 刘弟兄就亲自走 他一路赶回来 当然 好像很遗憾的 就像二女儿感到遗憾一样 当他赶到的时候 刚好就是那一幕 我最亲爱的哥哥 在帮忙护着 刚刚安息的父亲 往太平街去的路上 遇到了刘弟兄 刘弟兄看到的时候 那种不忍 那种错愕 那种惋惜啊 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亲爱的兄姊妹 我觉得全地上 找不到这样可爱的地方 这就是神的家 的真谛实力 我这么多年来 从这两位得到的鼓励 我们是没有话说的 有一次 我去二十二回所特会 当时徐公立一龙在那里 当时啊 我记得 我进去 开始博名聚会的时候 他就一路开始哭 从博名聚会一直哭 哭到我等一下后来特会 后面是我特会啊 站起来说话 他还在哭 哭到最后 结束聚会了 还在哭 哭到过来 他自己觉得 不好意思 有什么一定觉得很奇怪 他就站起来说话 他就说 我今天哭 就是我太喜乐了 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 最谦卑的话 最好榜样的话 他说 我是个奴才 教出个人才 就这么一句话 简单的话 我是个奴才 你看他把自己 看得那么谦卑 是个奴才 教出个人才 又把我们肯定到这么高 认为我们已经成了才 让我听了 无力之容 却又奋勇往前 这就是我们前面里有个榜样 刘弟兄 那我常常有机会回来 他常常还是让我有机会回来 开特会啦 做什么啦 的确看着我们在主里尽职 他是何人的安慰 何人的喜乐 我也看着父母 特别父亲跟刘弟兄 54年的配搭 我跟哥哥都能做见证 哥哥前几天还在跟我讲 爸爸回来 你想想看 两夫妇配搭也会吵架吧 但是这样两位 在照会中担负责任的长者 他们的配搭 我父亲回来 哥哥是这个印象 我也是这个印象 我信我妈妈也能了解 从来没有一句消极的话 关于他们的配搭 所以怪不得啊 刚刚啊 我们弟兄说 他们的配搭天衣无缝啊 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一个是北方山东人 山东脾气也是有名的 一个南方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 也太高兴了 我爸爸也是有发飘的时候 你们看不到而已呀 但是在我看来 那真的是竭力保守 那你的意义 做了我们众圣徒的榜样 那今天这个聚会 我虽特别感动 特别有感 就是几位 我自己因为后来在外配搭 我都是远距离看着我的家乡 我每次回到山重 我都是兴奋过渡 都是很开心了 来看望我的亲人 但是我都是远距离看着山重照会 看着他的成长 那今天才有机会 特别我没有机会听他三个孩子 说出他们的心声 从三个孩子这样的表达 原谅我说一句话 有一天我若安息 我的孩子也能说类似的话 不要说三分之一 我就满足了 所以我今天说经典 我说全能打 一点不是旷 这个好像站在来说好话 而是我由衷的感觉 我们都得了一处 再加上 这是三位肉身的知名 我们都知道 属灵最难的 是属灵道家 这没有道家 孩子们不能这么由衷的 说这样称许的话 甚至一再称 他的父亲是 主的仆人 这对我来讲 我是非常受惟 非常受感 第二 我没有机会和我亲爱的刘弟兄 亲密陪达 并肩作战 我是晚辈 我都知道外面 但是呢 我看着我的 来跟他陪达的都是 属于我年轻年的 像我属灵的弟弟一样 他们每一位的配达 这样的见证 让我不得不感动 连呢 也是远距观察的 吴富华的兄弟 说是这么感动的话 你就知道 这样的榜样是难得啊 当然了 今天 我也是 每一位讲 我都感动得不得了 最后 欧阳一讲 我崩溃了 我溃堤了 因为欧阳跟我 有个特殊配达的过程啊 所以我听了 更是感动 好 亲爱的兄姐妹 我知道今天不是长话的时候 应该短说 但是我已经不短了 所以我赶快把这话停下来 我觉得感谢主 三重召会 从前的三重召会 今天的三重区 虽然是小召匪不算大 虽然是小局面 不算庞大 但是呢 给我们有三位 最宝贵 最踏实的张者 第一位是我们亲爱的 有远不利的提起 虚公益英雄 说他的话 我们也说不尽 第二位 是我们亲爱的 刘英雄 第三位 是我亲爱的父亲 可惜 我父亲呢 在主的诸宰里 他提早安食了 他提早我们刘英雄 二十五年安食了 但是感谢主 到现在 我们回想这些榜样 我们都还是 紧紧轮到 我们还觉得 我们有好的架风 现在不是轮到 他们老口的时候了 现在轮到你我 我们继续奔跑赛城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更祝福我们亲爱的刘英雄 一人后代的全家 给他们的姿子孙孙 蒙住保守 直到此来 俩主以为 明天 往的 许多 吴 优廠 吴